云南必寒 别再去昆明了 这五个小城 温暖虚势 物价低 深受北方猴鸟的青睐 第一个 瑞利 瑞利位于云南省的西部 是德宏州一个很有魅力的边境小城 这座边境小城还是中国西南部这一大的瑞路口岸 中国优秀的雨游城市之一 瑞利的自然环境优越 好玩的地方也特别的多 而且它还是一个少数民族风情特别浓郁的地方 因此这里也受到了不少游客的青睐 瑞利守南亚热带季风气候 这里这凉的一月份平均气温也在22度左右 非常的温暖趋势 一点都没有冬天的样子 是一个非常适合避寒雨居的地方 第二个 宁昌 宁昌是云南省的地级市 距离云南省的西南部 与普尔 大里 宝山 缅甸交界 宁昌属滇西重古区 亚热带低纬度高原山地季风气候 这里水资源丰富 物造充足 气候温暖 是我国最大的红茶生产基地和普尔茶原料基地 是世界茶树和茶文化的起源中心 由于优越的气候条件 宁昌又被拥有中国恒泉之都的称号 这里最寒冷的一月份 平均温度也能达到18度左右 非常的温暖趋势 除了优越的气候条件外 宁昌的自然环境也不错 寓质覆盖域非常的高 宛于一个天然的大氧巴 这样一个气候好 空气质量优越的地方 绝对是理想的碧寒之地 第三个 河口 河口是红河州下属的自治县 隔红河与越南老街市相望 是云南唯一以瑶州为举的自治县 一座清爽安逸的边境小城 河口的这地海拔仅76米 是云南第四最低的地方 得益于特序的地理位置 这里全年无冬 冬季温暖虚势 但是夏天比较热 所以河口最虚势的季节就是冬季 这里最冷的一月份平均气温都在20度左右 一点都感受不到冬天的样子 河口的自然环境非常的好 这里有完整的热带雨林和3D生态系统 空气非常的清新 感觉就像一个天然的羊巴 在这里睁开眼睛就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 但就是这里的交通也比较的便利 配套设施也非常的完善 而最吸引人的就是这里的物价非常的低 5000左右就能买到很好的房子 这里绝对是北方红鸟最理想的越冬之地 第四个蒙治 蒙治是红河州的首府 位于云南省的东南部 是滇南中心城市的核心区 蒙治的历史底蕴身后 是云南省建县最早的24个千年古县之一 去莫名抽 这里就已经是云南最大的对外贸易口岸 反正蒙治这个地方 在云南的历史上是赫赫有名的 蒙治的地理位置优越 处在北回归线上 所以冬天的气候温暖如春 即使到了这年的一月份 这里的平均温度也能达到18度左右 非常的温暖虚势 蒙治作为滇南中心城市 这里的各项设施都比较的完善 是一去非常不错的宇居碧寒圣地 第五个 圆江 圆江这个地方可能很多朋友是第一次听说 它是云南省玉西下属的自治县 位于云南省的中南部 是一个安逸虚势的小城 圆江地区低纬高原 守季风气候 这里全年只有夏天没有冬天 空气干燥温暖 全天多 恶兆充足 是一去东南下乐的地方 因此这里也是云南著名的小火楼 而圆江最趋势的季节就是冬季 最冷的一月份平均气温在20度左右 最高温度能达到27度 鱼童抽下 因此这里也被称为利禄的山亚 是云南最适合越东的地方之一 好 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小小的视频帮忙加个关注 点个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